声援以太迟 泰国小飞象双腿骨折 不幸丧命 各位观众 还记得我们先前报道过 泰国一间动物园中 真实版小飞象Dumbo的 悲惨故事吗 今年初 由于动物保育摄影团体 移动动物 发起了拯救年幼小象的 请愿活动 他不幸的遭遇 便在国际媒体上登上头条 这头小象被迫在 普吉岛动物园的 观光客们面前表演跳舞 或是做特殊动作来娱乐大众 根据最新资料显示 该请愿已经有超过 20万人签名联署 希望能将这批小象 送往附近的大象保育区 接受治疗 然而悲惨的是 移动动物已发布不幸的消息 这只小象已经回天发树了